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纽约时报有一条文章 就是特朗普在他担任总统的第一年 就是2018年的时候 他当年只缴了750块美金的税 这个问题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经商有成 然后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还财富以后才进入政界 所以他是美国历史上出了名的有钱总统 这么有钱的总统 为什么会缴这么多的税呢 那当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 多数人都怀疑 他里面是不是有猫腻 有隐藏 有逆税 有逃税 所以这个是考验美国总统的诚信 美国总统有一个传统 是1973年尼克森总统在任的时候 率先把自己的这个缴税记录 还有这个财产的情况 这个公租于市 用这种方式来检验自己的道德情操 但是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一个不成文宪法的国家 这个虽然法律没有明文 白纸黑字规定总统 一定要公开他的报税记录 或者说他的这个财产 财富的这种状态 但是一旦形成惯例以后 那任何人都必须按照 前人留下的惯例去做 也就是说不成文的惯例 事实上在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 就成为跟白纸黑字 有一样效率的法律条文 这是美国作为一个海洋法系国家 他们的一个历史传统 甚至于这种惯例 比白纸黑字的条文 跟法律的硬性规定更重要 为什么呢 这是考验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一个基本态度 他是不是有自我约束的能力 或者愿意接受公众 公开监督的这种诚信 这是个对美国政治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第一张图 纽约时报大致上的内容 就是讲说特朗普 当年上任的时候 在2016年到2017年度中间 缴的税只有750块美元 这个很离谱的一件事情 另外更提出了一点 就是在他担任总统前的15年 就是2001年到2015年 这15年中间 有10年没有缴半毛钱的税 这个特朗普 在竞选的时候 曾经承诺 他当上总统以后 一定会公开他的税务资料 但是当上总统以后 有人要朝他公开税务资料的时候 都被他拒绝 他拒绝的原因很多 比如说财政部在查我的税 相关的法律要件 还没有构成等等等等的 百般推脱 所以很多人对特朗普缴税的记录 还有过去财富的状况 其实都非常的好奇 我们都知道 特朗普的总部 这个集团的总部就在纽约 纽约市 不但总部设在那地方 光特朗普这个集团 或者他个人名下 在纽约的房地产 就不计其数 那更离谱的是 还有媒体指出来 特朗普在当上总统的那一年 在海外交了30万美金以上的税 包括在印度等等 他特朗普集团有生意的地方 他都有这种缴税的记录 反而在美国没有缴税记录 那不是很奇怪吗 假如说万民哥有一天 变成一个知名人物 在国内没有缴税 但是可以在国外 查到万民哥缴税的记录 那这个就非常 值得让人家怀疑 里面是不是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这种蹊跷 现在特朗普就面临到 这个逃税的这种指责 当然这个指责 在过去他当总统的 三年多期间之内 一天都没有停过 但是离美国 大选 还有大概三十几天的时间 这个事情被炒热以后 对他的选情 还有他的人格 当然就造成巨大的压力 当然特朗普这个人 处理很多事情 就是四两拨千金 有人问他这个事情 假新闻 别信 就这么简单 就把这个问题 关系到他个人诚信 还有征操的事情 对不对 一语带过 这个也是特朗普的这种天才 那甚至有媒体 把这个特朗普过去所得跟财务的状况 还有每年赚多少钱都标得清清楚楚的 这个白色的部分是特朗普集团业务中亏损的部分 那蓝色的是他赚钱的部分 但是你可以大致可以看得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几年 特朗普其实赚钱是越赚越多 因为你可以感觉出来 这个蓝色的这个间距 差距跟早年比起来 其实是有这种逐年扩大的情况 也就是说特朗普 原则上他的经营能力是被肯定的 但是你居然缴那么少的税 那只有两个能力 第一个 你过去自己标榜的那套 自己认为很有办法的 或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 或者是商业人士的这种形象 会被人家质疑 因为一般企业家 只有一种情况之下 你不必缴税 就是你经营企业亏损 不赚钱 你当然就可以不用缴税 另外一种 就是你把你的所得全部藏起来 税务单位都找不到 这就是逃税 这就是逆税 那当然也不用缴税 特朗普缴750块的税金 是什么意义呢 美国的媒体也非常的绝 他把跟特朗普住在纽约同一区 不同所得的人 他们交税的情况都罗列出来 特朗普一个亿万富豪 交750块美金 但是跟他住在纽约市同一区 年收入25000块美金以下的 也就是说一个月 收入大概就是2000多块美金的 这种穷人 都要缴858块税 年收入在2.5万到5万美金之间的人 要缴2684块美元的税金 这是个人所得税 如果年收入在5万块以上的人 平均至少每年要缴5580块 美元的这种所得税 他居然可以缴750块 他的收入在这个排列过程中 一定是处于最右端 最有钱的那个人 那为什么会缴这么少呢 所以这个引起了美国的这种渲染大波 还有人甚至把历任美国总统 就任第一年缴税的情况 做了一个罗列 1984年上任的雷根 雷根总统缴多少钱呢 缴了16万5000块美金的税 1992年上任这个老布希 交了10万又1400块美元的税 那这个克林顿呢 他比较没有钱 在当总统以前呢 在这个盐湖城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阿肯舍州 当州长 阿肯舍州是一个比较穷的州啦 当然州长的薪水也比较少 但他当年缴了2.6万美金的税 小布希是个商人 家族也很有钱 那当年 当总统的那一年呢 缴了25万块美金的税 那缴税多的是欧巴马 是这个斯加哥著名的律师 缴了180万美元的税 你会发觉 这个欧巴马显然比小布希诚实很多 小布希你知道吗 他们家族在德州多有钱啊 有棒球队 有篮球队 有石油公司等等等等的 只交这么少的钱啊 那表示他请的律师也很高明 会计师也非常会帮他避税 那欧巴马这方面呢 可能就比较差一点 那特朗普呢 就是750块美元 你像这种 企业界出身的这种小布希啊 老布希啊 或者这种雷根啊 他们缴税啊 虽然感觉上不是缴很多 但是至少表达了基本的诚意 那个小布希至少缴了25块美金的税 其实啊 避税跟逃税之间啊 是一念之间一字之差 合法的逃税就叫做避税 非法的避税就叫做逃税 反正这个逃税或者避税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小布希缴了25万块美金 特朗普真的会让人家觉得 这个口口声声 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总统 其实这个声音喊出来是非常没有底气的 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个美国媒体更厉害 把他这个逃税的阴谋啊 还有透过哪些人头啊 白手套啊 都罗列出来了 方式呢 包括在俄罗斯 都成立这个空投公司 所以他在俄罗斯也有缴税记录 俄罗斯跟美国呢 还是战略竞争的这个对手 但是呢 他居然对不对 还可以在俄罗斯设立公司 然后还有缴税的记录 真是莫名其妙 那这种情况之下 对特朗普的这个声望 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特朗普这个情况 其实反映出 美国现在面临严重的 租税公平性的问题 这张图呢 是不同所得的人 在2018年 他们所平均负担的税率 整个美国来讲 2018年 美国国民啊 所得里面有28% 需要缴税 这个缴税是很正常的 但是最不正常的是 最有钱的一票人 这条黑线 右边的是年收入 在150万美金的 美国有钱人 他们缴税的情况 跟前面属于中产阶级 或者低收入阶级的人比起来 并没有极大的这种差距 最可怕的是 这个分布图的最右边 这个属于最有钱 这段是150万美金 然后越往右边越高 越往右边越高 最高的这一票人呢 你们可以发觉 他们在整个美国国民 平均所得 然后赴税的比例 是最低的 是最低的 所以大家 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很多人会想说 为什么中国有钱人 都喜欢到美国 弄个什么居留权 申请一个公民 做一些投资移民 万民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因为在美国 有钱人 越有钱 缴得税越少 财户所获得的保障 就是西方国家宪法 所强调的工作权 生命权 财产权 得到的保护越高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万民哥 在上海城市 认识一个美国人 他在美国算是有钱人 他经常讲 我跟老布希是邻居 老布希很有钱 我们那个邻居 或者我们那个社区 只要发生 任何的危险的时候 比如说 休斯顿市里头 出现大规模停电的时候 他们那个地方 保障优先宫殿 比如说休斯顿 出现大面积的火灾的时候 他们那个社区是优先 去救火的地方 为什么 他跟我讲 因为我们缴的税多 所以公共服务 接受的或者享受的 这种品质也高 但是大家可以看这个图里面 美国最有钱的人 不见得缴的税高 这个是很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个右边这个图 是美国这个白点 是美国这个所得收入 在50%以下的人 跟这个黑点 所得收入在1% 金字塔最顶端的人 他们平均税负负担 2018年以后出现了 这个重要的拐点 为什么 2018年特朗普上台以后 就积极推动减税 让富人的税务负担 进一步的这种下降 其实这个图里面 是从1960年 开始去做这个统计 这个过程中 美国有钱人 他们的税务负担 大家可以发觉 是不断的在下降 那这个50%以下的 所得分配 在5%下的人 他们的税务负担 在2000年或者1990年 末期以后 也开始下降 但是下降的幅度 显然不如这些有钱人 这个就面临到 外面哥讲的 美国现在社会 最大的问题就是 租税的不公平 租税的不公平 就会影响到 这个国家所得的分配 跟财富的分配 出现了这个失衡的状态 所谓失衡 当然就是 有钱的越有钱 没钱的越没钱 有钱人的日子 过得越来越好 没有钱的人 这个相对来讲 这个社会的剥夺感 就是越来越强烈 所以其实 从某个角度来看 美国这个社会 应该是社会主义 或者左派思潮 或者经济思想 这个发展最好的一个温床 因为社会结构提供了 这些强调均富的这种 思想的这种学说 或者政治人物 他们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一个最重要的温床 但是很遗憾的是 美国多数的政治人物 基本上不太愿意强调 自己偏左的这种立场 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的选举制度中 你要能够当选 不管是众议员 参议员 州长或者总统的话 就必须靠有钱人支持 因为为什么 在选举的过程中 你可以从有钱人中 得到最多的政治募款 或者政治现金 这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上 最大的问题 其实在西方很多国家 选举的时候都强调公费制 就是候选人 你参选 参选的费用 有相当一大部分 是国家政府提供 提供你选举某个公职的时候 所需要的费用 或者给你一定的补贴 一般来讲 你得的票越多 补贴越高 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是因为淡化 或者削弱 有钱人或者资本家 在选举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 不正当或者非常态的这种 政治现金的这种交易 你有钱人 你如果任养几个民意代表 或者地方的这种官员的话 这些官员选上以后 占到那个职位以后 他就可以保障你的利益 这就是一种政治的这种 现金的一种交易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会造成政治制度的这种腐败 下张图这个更可怕 就是万民哥刚刚讲的 这个黑点是美国1%有钱人 最有钱的那1%的人 占美国财富的比例 现在已经到达接近40% 底层的50%的人 所占的比例 实际上唯不足道 你看而且这个敞口 这个敞口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就表现这个社会 出现了社会失衡的这种状态 这边这个图就反映出 不同的纳税主体 他们负担的税务 在美国整个税收的这种比重 这个企业 企业税 大家可以发觉 在1960年代以后 企业的税负负担越来越低 包括特朗普上台以后 对有钱人或者说 推动的这个税改里面 优先也是对企业税 进行这种减税 美国人的一个观念是认为 有钱人越有钱的话 他越有能力创造社会财富 对于这些 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人 国家应该给予他们 越多的保障 但是你可以发觉 个人所得税 相对占的比重 越来越高 家庭等等的 房产税占的比例 也越来越低 所以你的房产越多的话 其实在整个国家 税负的分配过程中 负担过程中 你得到的便宜越高 所以整个税率就造成 美国是鼓励 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 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讲 他基本上受到的保障 就比较低了 这张图是美国这些企业 在海外避税的情况 有百分之接近50的美国企业 都在海外避税 把公司设在什么地方 设在爱尔兰也好 设在英属维京群岛也好 设在波罗迪哥也好 这些地方基本上 企业的这种税负 都相当相当的低 所以前段时间就有爆出 这个微软在国外 设立的公司里面 总资产高达1000多亿美金 这些就是美国企业 或者有钱人 他避税的方式 在国外开设公司 或者西设这种纸上公司 用这种方式来避税 我们再看 这两条线 蓝色是代表 美国家庭的平均税负 红色的是企业 你可以发觉 从1990年以后 企业负担的税负 在美国整个税收的比例 已经低于一般家庭 一般家庭 是占了美国多数的人口 但是少数的企业 他就负担了这么高的税 所以现在美国 基本上大家都会怀疑 特朗普跟尼克森 尼克森当时 涉及到水门案说谎 但是大家会觉得 他的操守或者他的财务 相对特朗普比起来的话 感觉上 他的道德操守更高一点 这个是宋代 宋真宗景德年间 大概是1007年到宋文宗 这个庆历年间 宋代的这种税务的状态 因为宋代是相对 中国资本主义 发展最高的国家 宋仁宗时代的商业税 占了整个国家税收的 四成以上 高达4400万两 在宋真宗时代 只有1200多万两 增加了三倍多 反映出宋代 相对来讲 商业相当的发达 也是国家税收主要的来源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他们对于逃税 的要求或者标准 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是世界 这个主要国家 逃税 避税的情况 美国是最严重 美国平均 每一年 损失大概3000多亿美元 中国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 这个列表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企业避税逃税的情况 是非常非常严重 那个逃税的方式 就是在海外许设公司 这是前面三个 每个国家 不管是维京群岛 开曼 这些避税天堂 每个小小的一个岛 就有好几千 在加企业 这张图是宋代一个壁画 壁画显示的是宋代的伤税务 在进行税务科征的这种情况 官员拿着秤在量东西 外面这边 外民哥找到了南宋 民众期间 庆园条法室内 里面对于逃税的人 怎么规定 逆税者搭适时 如果你这个逆税 超过十两银子 就十万以上的话 搭八十大板 甚至于更严重的 你如果贩卖十九 超过五十升的话 就是七四 就是说历朝历代都知道 商业发展很重要 但是发展商业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 怎么样防止这些 精明的商人逃税 像特朗普是这种的 如果发生在宋代的话 他可能早就被弃势了 什么叫弃势 弃势就是斩首了 今天外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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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